今早在南里發生一宗槍擊案 一名無辜只在上班路途上的男子不幸中槍 南里王家麒警表示 當局在早上7時30分左右接報 只在該市84階附近的民居有人開槍 警方到場後發現一名受害人受到明顯的槍傷 並需要由救護員送院治理 根據該名受傷男子的同居妻子Tayana Hemings的複述 當時她收到丈夫的電話 丈夫表示不想令她受驚 不過就要報警 因為有人開槍射她 Hemings表示她的丈夫當時嘗試阻止一名竊賊的偷車行為 但期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最終她的腿部就被人槍傷 Hemings就表示 或者她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出門上班 她就坦然 現在就好像發生了一場惡夢 Hemings又表示 丈夫平時會帶兩名女兒出門上班 但因為今天她有點遲到 所以就由Hemings親自帶女兒上班 Hemings對於丈夫沒有生命危險 而女兒當時不在現場而感恩 她表示 這次事故有機會會造成遺憾終身的結局 案件發生之後 奇警調查人員仍然留在現場搜證 警方指 事件暫時未會對公眾造成威脅 並呼籲 如果有任何案件線索 可以致電604-532-3200聯繫難利王家奇警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的花旗參是百分百加拿大安省種植 中一支保養顏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 連續11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選港利行 甚至愛蒙頓的加拿大紅空航班 在週二上午需要在溫哥華國際機場緊急降落 根據YVR的發言人表示 涉事航班是AC-235 該客機在今早8時要求進行緊急降落 當局指出該航班能順利著地 而YVR消防及救援服務處也立即接報到場戒備 飛機在降落後就自行滑行到最近的限制閘口 並讓所有乘客落機 機場當局就未透露更多事故詳情 並指出可以向航空公司作進一步查詢 其後嘉航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 當時飛機的加壓系統出現問題 所以需要急降 嘉航發言人指出 當時機場迅速作出決定 在降落前首先將飛機降至較低的海拔高度 作為預防措施 其後飛機正常降落 並靠著機身的動力滑行到閘口 發言人又補充機艙內的氧氣罩沒有跌下來 也沒有人報告受傷 相關客機將會進入維修場作進一步檢查 Bancouver First Realty 地產服務 不單止專業而且很廣泛 無論是現樓買賣、最新的樓花項目 或想出租物業 我們都有出色的團隊幫到你 我們的服務範圍是覆蓋大溫各個城市 我擁有三十年多年的豐富地產經驗 任何地產問題都可以聯絡我 我是Edgertson 宋先生 香港的電話是9163-8311 溫哥華的電話號碼是604-813-8311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生活成本上升 對於很多國民造成了財政壓力 集貨零售巨頭Empire就表示 將會在11月到明年1月 凍結大約2萬件自家品牌商品的價格 Empire旗下的品牌就有 Sobies、Safeway、IGA等超市 Empire表示 過去該公司在每年11月到1月 都有採取凍結價格的做法 大概佔了9成的自家品牌商品 只有小部分除外 但今年就將這個做法 擴大至全部自家商品 雖然該公司沒有具體透露 哪一些產品會凍結價格 但就指出 這次舉動 終會取消了該公司 更多詳細資訊 與此同時 加拿大統計局 今天也發布了本國10月的通脹數據 上個月的通脹率按年降至3.1% 低於9月份的3.8% 而按月計算的話 10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了3.6% 主要仍然是受到按揭成本 食物和租金等因素所導致 滿地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波特說 通脹報告顯示 加拿大央行沒有必要進一步加息 特別在經濟已經難以成長 而且潛在通脹趨於平靜的情況下 波特在寫給客戶的報告中說 在央行開始認真考慮減息之前 我們需要看到更多證據 表明服務業通脹也放緩 這樣可能至少還需要6個月的時間 到銀行的核心提示 看到10月CPI通脹再次下降令人鼓舞 但是加拿大央行可能需要看到核心通脹 取得進一步進展 才能夠將通脹帶回去2%的目標 充滿信心 毫無疑問 因為加拿大的經濟近幾個月已經降溫 但事實證明通脹降溫緩慢 與其經濟需求疲弱 最終將會減輕價格壓力 但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緊張 這樣是需要時間 導演認為 這樣被加拿大央行帶來溝通方面的挑戰 加拿大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通脹 低位而且穩定 央行的基準利率仍然維持在5% 下次公布議息結果是定於12月6日 溫哥華明天11月22日星期三的天氣預告 日間情緣相間 中午吹時速20至40公里西方 氣溫最高8度 晚間天清 氣溫最低2度 請按LIKE和SHARE 日後看到的一些重點 是這幾天都很多人說了 包括聯邦會額外撥款10億 協助發展商建造更多經濟適用房 額外的3億是用於向低收入家庭 提供經濟適用房 打擊Airbnb短期出租業務 以增加市面上長租單位的供應 而對上萬房屋貸款有困難的人 提供幫助 令到面臨失去房屋風險的貸款人 可以被允許暫時現場還款期限 免除按揭貸款減免措施 所附帶的費用和成本 對面臨失去物業風險的業主 應該允許他們出售他們的主要住宅之後 一次過附清按揭 而不需要支付任何罰款 省長福達計 綠化大歐地建屋計劃被取消之後 現在可能又要再遭受另一個挫折 安省一個民間組織 上個星期已經入稟法庭 申請禁制令叫停安省遊樂公西島的開發 這個要在島上興建一個私營水療中心的計劃 在福特當日陸法大建屋計劃以外的 另一個省府施政的重頭戲 但民間組織入稟法院的文件就表示 遊樂公的計劃將導致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完全毀滅 這個組織叫做安省遊樂公是所有人的 簡稱OPA 上週提出訴訟 要求停止遊樂公開發建設直到實施環境評估 法庭文件顯示 省府企圖對遊樂公西島的再開發 將要斬840棵樹 降低歷史遺址景觀 填失洩洪區和水稻 破壞西島的整個生態系統 自從2021年安省遊樂公再開發計劃公布之後 就趕受批評 批評集中針對建設一個大型的水療中心 和多層停車場 和將位於北約克的安省科學館 遷移到這個地方 車壞了大家都會開去車行修理 如果聽到5萬元的修理費 基本上都不會整 加著安省Stony Creek的蘇琪 是電動車的忠實擁護者 他最近電動車需要更換電池 但獲得5萬元的更換報價 蘇琪說自己覺得電動車非常可靠 於是就改開電動車 他購買一輛現代HONDI 製造的2017年IONIC二手車 蘇琪是第二手車主 接手電動車時 車行了69,000公里 但充電系統和電池保養期是16萬公里 今年9月電動車的儀錶板上出現警告燈 他就將電動車開去經銷箱 技術人員找不到什麼問題 儀錶板上的燈也關閉了 兩個星期後蘇琪說 車停止充電 他就再將IONIC送回經銷箱 他說經過診斷檢查 技術人員確定需要更換電池 報價成本包括電池 安裝和稅金超過5萬元 電池故障發生在電動車行車里數 去到172,345公里 16萬公里的保養期剛剛過了 蘇琪說 我感覺自己被人搞 蘇琪決定將車保廢 事件曝光後 加拿大現代汽車調查蘇琪的案件 該公司的公共關係經理 麥卡錫表示 車輛沒有完成全面的診斷測試 在這些診斷程序 完成之前就被客戶廢棄 從而無法對所需要的維修 進行明確的評估服務 他說向蘇琪提供的估算 並不代表個案中可能需要的實際成本 麥卡錫說 公司準備以現金或可用作購買新車的金額 支付給蘇琪報廢的電動車 作為對客戶承諾的一部分 蘇琪現在未有回應 雖然全球汽車製造商 正準備在未來幾年 銷售數百萬輛新型的全電動汽車 但由於擔心電池故障時 維修成本高昂 很多客人堅持用回傳統汽車 或者混合動力汽車 施政報告提出十招鼓勵生育 包括向每名於上個月25日起 在香港出生 父或母在香港永久居民的親身嬰 發放2萬元的獎金等 工聯會國偉強 與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政策簡報及會議上關注 獎禮金計劃沒有要求父母 須為婚生 當局如何應對濫用獎禮金計劃 政務司副司長徐永興回應指 本港去年的婚生嬰兒 佔整體出生的嬰兒九成 強調政策目標是增加本港嬰兒 所以是不是婚生 並非主要考慮 徐永興指 有人擔心會不會有孕婦的肚 根本就不是香港人 來香港假結婚 騙2萬元獎勵金 他認為機會不多 不可以斬腳趾被沙蟲 立法會議員陳永江關注 當局在鼓勵生育政策上 預期取得什麼效果 卓永興形容 本港最近的生育率濕級而下 希望政策可以扭轉局面 又指政府不切KPI 但會密切留意政策的反應 如果反應正面 不排除會提前討論優化部分措施 施政報告提出增加 公營輔助生育服務名額 陳永江關注 有市民反應輪候時間長 指求指深切的人 選擇去內地和台灣接受體外受精治療 處理醫衛局長陳夏欣回應指 獲轉介後 到接受生育評估的輪候時間 是7.5至12個月 有需要的夫婦 在首次體外受精諮詢後 到接受治療的等候時間 大約4至7個月 強調由於醫管局人力資源有限 在公營醫療方面必須定優遲 擴展更多服務的最大樽頸位 在於人手 指現時醫管局 只有11名資深副產科專科相關人手 而且私營市場人手也非常有限 所以需要時間培訓更多人手 一名嫁到香港的內地女子 因疫情如期居留一個半月 她在未獲告知遭檢控下 承認一項如期居留控罪 判12個月緩刑 她期後申請推翻認罪答辯遭她 於是上訴至終審法院 正義她不知道會留案底 要求推翻她的答辯 中原今天頒下判辭 認為上訴人沒有足夠的資料 考慮答辯和索取法律意見 侵犯人權法對被起訴者的最低限度保障 判上訴得席 案件法還裁判法院重申聽取答辯 中審法院常任法官林文漢 在判詞引述本案背景 提到上訴人韓申家 2008年由內地來港居住 任職教師 其後與港人丈夫結婚生子 但未有成為永久居民 因應新冠疫情 雙數人獲准延期逗留至2022年3月 她在申請延期逗留時 被發現如期居留一個半月 入境處沒有提過會起訴她 也沒有提供檢控文件或拘捕她 只是請她到沙田裁判法院 入境處檢控組報道 6月9日雙數人報道後被帶到法庭 法庭書記讀出控罪和案件時 上訴人誤以為自己並非面對刑事控罪 不會留案底所以認罪 被判囚6日緩刑12個月 上訴人索取法律意見後 申請推翻認罪答辯遭她 她上訴至高院亦遭駁回 於是上訴至中院 律政司一方同意上訴人應上訴得席 雙方作出共同書面陳詞 中院在判詞中止 為了確保上訴人能及時獲取法律意見 必須及時提供控罪和詳情 上訴人從未得到上訴資料 侵犯了她按香港人權法案 享有針對被起訴者的最低限度保障 即使被告已打算認罪 仍需確保她有足夠時間考慮和諮詢法律意見 只是讀出控罪和案件 並不能滿足人權法的要求 今天的新聞在此結束 多謝收看、再回 MING PAO TORONTO COWifica